精神 帝魔老鬼 你带人擅闯我迦南学院 这是要主动开战了 苏倩 上一次老夫见你 你不过是斗光巅峰 如今晋级了斗宗 倒是说话大声了 识相的就把硝烟交出来 这小子敢杀我摩檐 三位长老 这笔账必须要算 明明是方言三人 先对硝烟下杀手 按你这说法 硝烟还得任由他们杀了不成 想包庇硝烟 那你把芒天池叫出来与我谈吧 说这话也不怕人笑话 你若是知道院长大人在的话 还敢如此兴师动众而来 苏倩 你莫小喜为老夫惧怕芒天池 老夫竟然我放在这里 不把硝烟交出来 硝烟图定想踏平你们内院 能让你记住在下的名字 倒还真是让我意外 硝烟 你便是硝烟 你摩前辈 方言三人便是死在他手里 那菩提化体贤也被他夺走了 菩提化体贤 你是主动跟我走 还是由老夫亲自出手 断去四肢再带走 地魔老鬼 你若敢动手 我便是拼了命 你要让你知道我迦南学院 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好大的口气 你还真当自己是芒天池不成 老夫话已至此 谁敢住小颜 就是我磨炎谷的敌人 我想 你此次前来的真实目的 是菩提化体贤吧 借口倒是不错 果然人活得久了 脸皮那是越来越厚 压尖嘴里 没事吧 小心点 这老家伙的实力极强 以我们如今的实力 可能还不是他的对手 没想到你这女子 小小年纪便有斗宗实力 难道 如今今生斗宗 已经是无此熟悦了不成 你以为所有人 都像你这老家伙一样 修炼这么多年 还没什么进步 前辈 那苏芊由我来对付 至于斗宗女子和硝烟 便交给您了 太擒住了那小子 还没任凭您处置 苏芊 老夫念在于芒天池 是旧时的份上 我这些磨炎骨的强者 不会出手伤 你们内院的学生 不过 小炎的命 老夫即日是咬定了 你们不要妄动 将学员疏散 保护好他们 是 小炎 你也小心 这地魔老鬼的实力 深不可测 逼不得已 就有那一招吧 聊完了 小子 小子 今日老夫便要让你知道 得罪我磨炎骨的下场 你们是一起上路 还是轮着来 我来吧 你以为她的实力差距太大 一起吧 你一个人也不是她的对手 放心 我有自保能力 还有我呢 待会你不要插手 这次的对手不同以往 你先下去 保护学员 好吧 本配好了 没想到你还是个完族高手 倒是小气了 你不知道的还多得是 小炎小心 他就你去了 压尖嘴里的小子 先解决掉你 一火 难怪方炎三人会死在你手中 老夫对你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没事吧 没事 看这情况不太妙啊 地魔老鬼不是省油的灯 即使小炎有这位神秘斗宗绑主 胜算也极底 五号 准备一下 若真有什么意外 也只能拼了 这老家伙竟然能小范围音像天气 实力恐怕至少在七星斗宗 我很难以至坑补 不过以萧炎的手段 未必没有机会 我上了 几句死心斗宗 能翻出什么风浪 既然你找死 那就先解决掉命运 ultimately 你夫人 有一个电影 感谢 質疗 很忠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哼 结束了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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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便是你的底牌 哼哼哼 那你这条命 老夫今日便带方言三人收了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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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岩 你 你 这是什么 小一线 你不要命了 我会为你 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帮我拦住他一会儿 其余的 交给我 虽然不知道你实力为何突然暴涨 不过最多也只是五星斗宗而已 老夫早已是七星斗宗 是吗 老夫早已是七星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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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毒血对寻常强者可能会致命 不过对我来说 可没什么作用 可恶 他仅强先将毒血逼出体外 又是八星斗宗 你这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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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你说了算 小一线 找死 小一线 小云 不能停 不然 我们连最后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若三色佛怒火灵未能将它击杀 显然或许 就会出现最坏的局面 所以 这一级 必须致命 明晚不离 请换全兵四 明晚不离 现在轮到你了 死心死路 那便成全你吧 这个火链 威力怎么会如此之大 今日若不杀刺刺 好怕只能再无机会 小医仙 辛苦了 这里 消给我吧 这花生果虽不是真正的义活 可正因有它催祸 才能造出威力这般恐怖的 这小子力量竟如此恐怖 老夫现在就离去 完了 紧雷了 就不用再离开了 血寒 急动 去 下 大 土 historia 赢了吗 赢了 地魔老鬼被炸成灰了吗 以往目前的实力 强行融合出这毁灭火炼 确实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小爷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事故了 不好 所有学员 长老 速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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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太大 尽难以控制火炼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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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妍 小妍 你今日必死 绝不能让火莲爆发 小妍 年轻人 停下来 两位 火莲就要爆发了 你们赶紧离开 这二人究竟是何方搞人 这两位总算肯出手了 大长老 他们是 迦南学院的守护者 不过他们只会在学院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出手 守护者 你 啊 去 巨兽投足撕裂空间 驱逐火莲 好生厉害 这等逆天力量 恐怕连地魔老鬼都难以相提并论 我的好师弟 今日算你走运 待我重整力量再回来找你 结 结束了吗 还好 还好 那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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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是 你 小妍 你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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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大长老可当得不称职啊 若内院真遭此大劫 你死上十次都难以赔罪 这两位 是千老百老 他们当年也是嘉南学院的大长老 如今退休了 正在享清福 学生小妍 见过千老百老 今日之事因我所致 若要怪罪 我小妍一人承担 与苏千大长老无关 你是 当年那个掌控青年地心火的少年 啊 倒是没想到 内院连藏经歌是唯独这般厉害 我记得 当年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大道师吧 短短几年时间 便到了这个层次 嘉南学院总算出了一个不错的学生 若是芒天齿那老家伙知道了 只怕又要得意一番 你体内似乎不止一种异火 能将几种异火安稳地融于体内 这功法堪称巨世无双 小子日后外出历练 可得多加小心 小子受教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后 居然还能遇见一名恶难毒体的拥有者 真是令人意外 唉 不过可惜 每一任恶难毒体的拥有者 都是差不多的结局 两位不要一出来就吓唬人 今日还好有硝烟出面 不然以那地魔老鬼的实力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局面 行了 也没说要拿他问罪 对 地魔老鬼是吧 没想到 今日居然还能再见 没有 这老鬼竟然还活着 白猎千木 没想到你们两个老家伙 竟然还没死 你这老鬼都还活着 我们怎可能死 千老百老 不能放过这个老家伙 这些年 我们迦南学院不少学员 都被魔炎鼓鼓害 今日若放他离去 日后定是大活 若他们真要下手 恐怕今日得命丧于刺 他要逃 拦住他 千老百老 千万别让那老家伙逃掉 呵呵呵 不要心急 这老鬼逃不掉的 这次由你出手吧 还是老一套空间血盾 这么多年了 这个七星斗尊毫无长进 今日便由我来了结 以前的恩怨 这便是斗尊的实力吗 斗尊 你倒是高看我们这两个老家伙了 我们只是略懂空间之力罢了 与真正的斗尊比起来 还差得远呢 这样都还不能成为斗尊强者 我与老百 现在顶多算九星斗尊吧 虽说与斗尊只有一星之差 但就这一线之隔 耗费了我二人数十年之力 依旧未能成功突破 里面竟没有丝毫灵魂痕迹 白老 能把地魔老鬼的尸体交给我吗 二老 苏倩想请两位帮个忙 这小家伙中了剧毒 需要斗尊强者才能彻底驱除 不知二老能否联手为其驱毒 嗯 居然需要斗尊强者才能化解 小子 你过来让我看看 这东西号称魔毒斑 是一位斗尊强者 宁其毕生斗气所下 剧毒无比 非斗尊强者难以驱除 嗯 居然能让一名斗尊强者 耗尽毕生斗气来对你下毒 真给你小家伙面子